观众朋友 首先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我们来看今天新闻的头条 新西兰本土规模最大 以及成长最快的公司 日前公布了 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这方面的资讯 汇率高涨 KV本土科技公司去年出口收入增加了3% 达到了53亿纽币 科技公司总收入增长了3.7% 为72.6亿纽币 初期产业部估计 乳制品的出口在今年将达到155亿纽币 红酒出口行业约产生12亿纽币的收入 截止到今年的6月30号 收入排名前三的新西兰公司为 Facial and Peck电器公司 10亿2000万纽币 数据通信集团8亿7000万纽币 Facial and Peck健康器械公司 为5亿5600万纽币 中国海尔公司在去年9月收购了 Facial and Peck的电器公司 但是调查公司TING100的CEO Shanahan表示 这份名单包括了那些 已经出售为海外持有者 但是仍然在新西兰境内 维持运营的公司 Shanahan说 增长主要是来自信息通信 和相关的技术公司 2013财政年度收入增长最快的 新西兰公司的排名是 数据通信集团 Facial and Peck健康器械公司 以及猎户塑健康公司 在新西兰境内设计上 所谓的民意义 是在新西兰境内 我先得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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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西兰境内 有些人送消息出售 所以我们下期的 越来越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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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